嗨,大家好,我是Alex,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张我认为最好的旅游用的信用卡 那就是Sapphire Preferred 那么在这集影片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这张卡的福利 还有就是怎么样能够提升你能批到这张卡的机率 那首先呢,我想先跟大家讲这张卡的开卡奖励 那今天是5月5号2023年 那它目前的优惠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就是只要你能在头3个月内消费满4000块钱 那你就可以拿到8万点的奖励 那么8万点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8万点如果你转换为现金的话呢,是800块钱 但是Sapphire Preferred这张卡又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8万点留下来 以后作为旅游用途 但是你就是要经过它的Chase Ultimate Rewards Page 去订你的比如说机票或酒店 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的点数会提升25% 也就是说你的8万点会相当于1000块美金的机票或酒店 那我个人觉得就单单这个原因 你就应该去申请这张卡 因为只要你刷4000块就能拿到1000块钱价值的机票 那么这张卡唯一的坏处呢就是有个年费 它的年费是95块钱 但是我觉得它本身还是一个可以长期持有的一张旅游用的卡 因为呢,它不止开卡的奖励非常高之外 它还有平时你刷卡用的反线 那接下来呢,我想讲一下就是它这张卡平时你在刷的时候能够得到的反线 我觉得它现在这张卡已经比之前的好很多了 它现在的反线呢,你能在这里给你看得到 好,第一,它有一个50块钱的Annual Travel Credit 就是你假如说你今年5月5号申请的卡 到明年5月5号你有一个50块钱的Travel Credit可以使用 那你怎么样用呢?就是你要经由Chase Ultimate Rewards Page 然后去上面订酒店 然后订完之后呢,它会自动打进你的信用卡账单上面 一个50块钱的Credit 那你这么想的话,其实它的年费只有45块 因为它的年费是95块,没错 但是它每年又给你一个50块钱的Travel Credit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因为每天上班也很枯燥 它会提醒我去旅游 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每年能够旅游个一两次的话 这张卡的年费都是划算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讲一下它的反线 那它是,这边是以点数的方式退还给你的 那我这边用一点就是作为一个percent 好,那首先呢,在所有东西呢 你都可以拿到一个点 只要你刷这张卡,任何东西都是一个percent 那第二呢,它是在所有跟旅游相关的消费 会给你2%或者是两倍的点数 比如说停车费或者是买机票订酒店 那Xpedia或者是在Airbnb上面都可以得到两倍的点数 好,第三呢,有分好几种 就是第一个是dining and restaurant 就是你平时出去外面吃饭的话 都可以拿到3%的现金返还 还包括了就是Uber Eats或Doordash 在上面订餐的话都有3% 加上online grocery purchase 就是在网上买菜 比如说用Instacart的话 也可以拿到3% 再接下来有一个select streaming service 那就是看Netflix 你每个月的订购都有3%的现金返还 好,那最后一个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经由Chase Ultimate Rewards Page 去订比如说机票或酒店的话 你可以拿到5倍的点数 也就是5个percent 好,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不太熟悉 这个Chase Ultimate Rewards Page到底好不好用 我个人觉得用起来是非常好用的 那首先你可以订到国外的机票 还有就是美国境内的机票跟酒店都可以订 然后它的价钱呢 跟在Xpedia上面订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甚至有时候你还可以订到更便宜的价钱 哦,最后忘了提到一点 就是它每年会多给你一个10%的anniversary boost 也就是每年它会按照你的消费总金额 来多给你一个10%的点数 比如说你今年总共消费了25000块钱 它会多给你一个2500点的点数 然后我想另外提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经常旅游的人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去办Sapphire Reserve 就是这张卡的升级版 那我觉得最大的区别 就是你可以进去贵宾市喝杯酒 然后吃点东西 因为它到时候会给你一个priority pass 那只要你那个航空公司 有支持priority pass的地方 它都可以拿你免费进去 那再来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你把这个点数换为旅游的话 就是你在Chase Ultimate Rewards page上面订的话呢 是多50%的点数 再来就是它的年费会比较高 那年费目前是550块钱 但是它每年的Travel Credit呢 是300块钱 所以你要看 就是你如果是一个经常旅游的人的话 你去拿这张卡的话才划算 那如果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 每年出国一两次 你就买一个Chase Sapphire Prefer 就已经很好了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这张卡是完全没有手续费的 比如你到国外消费的话 它是没有Foreign Transaction Fee 不像普通的卡呢 还有一个3%的手续费 那这张卡就是你在国外消费的话呢 它就是以当天的汇率来计算而已 那接下来我想讲一下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然后还有就是怎么样能够顺利批到这张卡 首先呢Chase有一个规定 就叫524 所以就是你在24个月内 你不能有超过5张信用卡 那如果你在两年内申请超过5张信用卡的话呢 你就自动会被拒绝 不管你的信用多好 那有这个规则的话呢 因为Chase很大方 它给的这个开卡奖励很高 那之前的话可能就像我一样 我也会经常去反复的开卡关卡 下来的话呢 就是因为这张卡呢 它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卡 所以它对信用分的要求会比较高 一般都会要在720分以上 然后假如大家不知道自己的信用分是多少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去Credit Karma 或者是你在银行的软件上 就可以看到你自己的信用分 等到你信用分有个720分以上去申请的话 会比较好 那假如说你现在没有任何的信用记录的话呢 我会先建议你去申请一张抵押式的信用卡 然后慢慢去建立你的信用 那大概需要用到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你才能慢慢累积你的信用分数 然后呢 你去申请一个不需要抵押式的信用卡 然后再用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而且这段时间呢 你要保持你每个月有良好的记录 就是每个月你要去用它 然后每个月准时还款 这样的话才能提高你的信用分数 大概可能总共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你才可以去申请这张Chase Sapphire Preferred 然后另外就是在填写收入的时候呢 你尽量填写高一点 因为它不会真的去查 那以上是这张卡所有的福利 我个人觉得这张卡是目前最好的一张旅游卡 因为只要你每年出去出国一两次的话 我觉得你都值得拥有这张卡 比起比如说American Express啊 或者是其他航空公司的信用卡 我觉得来的都要好 因为这张比较有弹性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航空公司 你不一定要跟着同一家航空公司飞 然后它又是一张Visa Card 所以大部分的国家都会接受Visa的 不像American Express到哪里都被拒绝 还有忘了提到这张卡呢 它是铁做的 所以非常硬 而且质感非常好 所以呢你带出去用的时候会比较有面子 还有谢谢今天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那之后呢我想多分享一些其他的信用卡 还有关于贷款跟金融方面的影片 还有我会把信用卡的申请链接放在下面 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点那个去申请 因为这样子我可以拿到一点反馈 那同样的呢 如果你去介绍朋友的话 你也可以拿到反馅 好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啦 拜拜